-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跟你看電影讓你看電影跟我跟我是XXY 歡迎收聽H&M365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帶了解歷史上發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喔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麥嫂 大家好 我是麥嫂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電影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部老片 它是在1953年的8月27號上映的《國馬假期》 這部片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你就算是現在的眼光去看 這部片我覺得也是吃得下的 因為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澳大利赫本真的是太可愛了 就是說它在這部片裡面的那個演出的形象喔 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喔 你要說我殺到也可以 反正就是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說 這部片它是1953年的老片 可是我在幾年前重看了好幾次之後 我是覺得說經典不朽真的是有它的理由在這樣 那這部片另外一個我覺得蠻有趣就是說呢 背後的一個編劇的故事也就是盜頓莊博的故事 其實也是我們在之前可能討論到麥卡錫 主義的時候多多少有提到的一號人物喔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好好的聊一聊 但不管怎麼樣呢 羅馬假期這部片它主要的故事呢 就是在描述說呢有一個不知道是哪裡的公主 然後來到了意大利的羅馬訪問這樣子喔 結果呢他在這個訪問的過程之中呢 因為他自己個人對於這種皇室的規矩都非常非常的受不了這樣 所以他在這種壓力的逼迫之下呢 就逃出了他們這個住所 然後跟外面的一個美國的記者邂逅 然後遊歷了意大利羅馬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在羅馬這座城市裡面的時候 走訪很多風景名勝這樣 我個人覺得這部片它成功的地方 除了是男女主角他們有這個火花之外 你在看這部片的時候呢 你也會很想很想要去羅馬看看這座城市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樣子 而且他當中的走訪很多那種風景名勝 我覺得也是後來可能因為這部片的原因 然後紅起來也讓很多這種觀光客 很想要就是遊歷這些地方這樣 所以希望有朝一日在疫情過後 有機會出國的話呢 我自己個人私人是很想要來一趟就是 所謂的羅馬假期的假期 就是說走訪這部片子裡面 他所提到任何一個地點這樣 我不知道麥嫂有沒有看過這部片 有啊 可是也是很想去羅馬 但還沒去過 很嚮往 對 那我還蠻好奇說 麥嫂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看這部片 應該是在上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社團老師是文天祥嘛 他就說 如果你們今天對電影有興趣的話 他就開片單出來 比如說像恐怖片就要去看鬼店啊 然後浪漫愛情喜劇就要去看羅馬假期 所以羅馬假期那時候我們看完 是要寫心得報告的 不過當年呢應該說啦 我們真的是在座無論是男的女的 看完全部都被澳大利赫本電到 而且是無法自拔 真的我必須說 你知道在1950年代 60年代那個時候 修圖還沒有那麼嚴重 你知道嗎 就是女明星他臉上有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他長的什麼樣子 基本上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他真實的那個樣子這樣 再加上說呢 電影的鏡頭啦 當時他們拍攝的時候很喜歡用柔膠這樣 就會有那種夢幻的那種感覺 在當年這種沒有太多特效的情況之下 澳大利赫本他真的就是那個樣子 而且呢也沒有太多那種很華而不實的特效的場景 所以那個背景啊或是那個場景啊 其實都沒有太多那種我所謂的技術的干擾啦 就是他就是一個很穩紗穩打那種劇本非常厚實的一部片 這部片你不管從哪樣的角度切入了 他都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一部佳作 那這部片呢在當年呢獲得了 第26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也就是奧拉利赫本也因為演出這部片呢 獲得了奧斯卡影后 這個也是他唯一的一座啦 也是他第一座這樣 所以後續呢雖然都有入圍喔 像是他演一些比如說 蒂帆內早餐啊等等這些片子 雖然都有入圍 可是呢就是只有得羅馬戴奇這部片 就是他最原始最初的那一個演出 就是擄獲了奧斯卡委員的心這樣 那另外呢還有說這部片呢也獲得最佳故事 也就是所謂的倒頓莊博這號人物 提到倒頓莊博就不得不提到 就是說呢因為在美國當年呢 流行的一個所謂的麥卡錫主義 也就是說呢當年的美國人 他們很害怕共產黨勢力 滲透到他們的美國社會當中 所以當年呢有一個議員 國會議員叫做麥卡錫 那種大砲擊人物啊 就是說他誓言呢要剷除這種國內的這個共產勢力 所以在當年呢就是有提出了很多這種公聽會 然後透過這些公聽會呢 然後對一些他列出來的名單呢 進行所謂的調查 就是有點在身家調查 就是把一些人的那種最隱私的那一部分呢 給挖出來就是公審 所以這個其實造成了很多當年的一些爭議這樣 就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 很多人就是在這個公聽會上面呢 被逼問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那你是不是共產黨啊 你的家人啊你的什麼什麼的 就是問了很多這種私生活的一些很隱秘的問題 所以當時呢包括道頓莊博在內的 有很多這種好萊塢的幕後人員啊 比如說製片啊編劇啊或是一些演員啊等等的 就都有在這一個公聽會上面 被這樣審問了 那包括道頓莊博的幾個人在內的總共10個人啊 他們當時就是有拒絕回答這些國會議員們的這些公開質問喔 所以在當時呢被稱作是所謂的好萊塢食君子 也是後來這個好萊塢黑名單的這個重要人物這樣 那這幾個人呢因為拒絕回答這些國會議員的問題嘛 所以呢當時呢他們就因為藐視國會的罪名喔 就有入肩服刑這樣子 關了幾個月啊 但是出來之後呢就是因為有很多這種電影同行啊 他們就很害怕就是惹來一些麻煩了 所以對於這些人所產出的作品呢都是給予婉拒這樣 所以當年呢道頓莊博在被關出來之後呢 就在事業上面呢就平平碰壁了 所以他就只能用筆名或是一些假名 甚至是幫忙代寫就是幽靈寫手的方式啦 請人去代表他去投這些電影的片商 然後才讓這些故事呢給拍出來 所以實際上呢就是道頓莊博他本人呢是寫作羅馬駕奇這個故事喔 但是當年呢被唱名到這個奧斯卡上面去領獎的這個人的名字呢 其實並不是道頓莊博本人啊 所以呢道頓莊博呢他其實一生之中呢都沒有領過 實際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領過小金人 是事後呢在冷戰結束之後呢這個道頓莊博呢才有被美國的 編劇公會事後再補發他 然後甚至是呢這個羅馬駕奇當年在上映的時候呢 也沒有寫道頓莊博的名字喔 是事後呢我們在DVD發行的時候呢 才用數位的修復的方式呢把道頓莊博給key in進去 他的名字在這個電影的片頭的那個credit名單之中啊 所以這個也是這一段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歷史故事這樣 那回到我們剛剛所提到這個羅馬駕奇得獎的紀錄呢 除了是最佳女主角跟最佳故事之外呢 還有最佳黑白片服裝設計同時呢也有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黑白片藝術指導 還有最佳黑白片攝影獎以及最佳剪輯的題名這樣 所以這部片得獎的三項呢其實其中一項呢就是非常有正義性 然後另外一項呢就是造成了我們這個影壇的經典的澳大利赫本 然後還有這個服裝設計喔在這部片裡面呢也是我覺得值得一看 因為你知道黑白片你要怎麼樣做到讓人家驚艷喔 其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 然後再加上說呢這一部片的導演呢是威廉慧樂 他之前拍過什麼片子呢包括非常著名的冰漢這部片 這部片也是聲勢非常浩大然後這個投資啊那個製作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龐大這樣子 然後這個場面也非常的浩大一個史詩級巨作 結果他竟然在1953年的時候可以排出這種比較小規模 然後整體的那種風格非常非常清新的那種喜劇小品 我覺得這個導演呢真的是人居人生啊就是你可以處理那種大場面 然後你也可以處理那種小情小愛的那種愛情故事 愛從你喜劇喔所以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個導演真的非常厲害 羅馬假期齁當年還有幾項貢獻嘛你要去想想看他那個是1953年 那時候其實美國齁算是經濟已經有復甦起來了嘛 那因為Audrey Hubbard他就是比利時人嘛 所以他不是美國當地的明星 但是就是他那個歐洲色彩跟那個敘事風格 再加上他就是在異地在羅馬的一個愛情故事 所以就讓美國當地的人就是興起一股嚮往 就是像剛剛XY講的看完這部電影之後你就對那種喔我超級憧憬的對不對齁 然後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個從前有個好萊塢的話 可以知道好萊塢有一陣子在60年代前後 非常喜歡歐洲導演 所以那個時候也有一個義大利入侵的現象 就是一定要去過過陽是在大西洋那一側的導演進來美國 就會有非常多的斬獲這樣子 所以這個威廉惠樂導演他這個風格 他其實就有在模仿歐洲那方面的一些手法這樣子 然後但是他就是配了一個美國當地的一個男演員 格雷格雷必客我個人也蠻喜歡他的齁 他後來也有拿到奧斯卡影帝嘛齁 就是我覺得他們就是兩個人的火花齁 看樣子呢其實外型是不太像的 因為男的感覺就老很多齁 也有點像北非碟影那樣的感覺齁 哈哈哈 可是呢就是非常的可愛 就是他們的互動呢很自然 不會讓你有肉麻的感覺 還是會覺得格格伯入不會齁 所以整個看完之後呢就覺得行雲流水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很枯燥不會 然後就是會讓你甜甜的淡淡的很可愛很浪漫 會讓你很回味的一部電影 我必須講啊我真的是覺得奧黛賀本真的是超級可愛 因為之前我們在H&M 365的其中一篇 我們有提到就是在第2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 就是奧黛賀本人啊也因為這部片 他因為第一次入圍的關係所以非常的緊張 所以被很多的那種八卦媒體雜誌就是捕捉 就是台上什麼事情都不重要 就是每個人都在拍奧黛賀本在台下的那個 一些行為舉止 包括他就是一直頻頻的咬自己的大拇指這樣 就是一直在咬指甲 然後就是很可愛的那種舉動 就是也被很多人瘋傳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去找一些奧黛賀本 直接Google那個圖片 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除了是羅馬駕奇這個造型 或是地板內早餐他雕了一個煙斗 那個造型也是非常的經典 甚至是還有一些可能他在 第2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的一些舉動 就是我覺得你知不知道說 為什麼很多人會喜歡這個女明星 他的那個行為舉止 他整個人散麻出來那個氣質 我覺得就算是你擺到現在 我覺得應該會有還蠻多的年輕人 應該也會被煞到這樣 其實他當年得獎的時候才24歲25歲 因為他拍完電影殺青但是22歲 年紀非常的小 因為他那個時候展露頭角是他來百老會 拍了一個歌舞劇叫做金粉世界 當年奧斯卡這個劇本也非常的紅 也有拿過最佳影片獎 所以大家其實對他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就是一個非常輕盈可愛 像小精靈似的一個女明星 然後他在演這個羅馬駕奇的時候 又渾然天成的把這個形象又呈現出來 所以真的是驚艷當場 所以當年聽說這個 其實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他年紀這麼小 然後又是第一次擔綱長片的女主角 會不會第一次就讓他得獎 果然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應該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對啊 那既然提到奧賴一賀本 我自己個人也有蠻推薦他的幾部作品 包括這個地盤內早餐 然後還有搖桃淑女 我記得我在看搖桃淑女的時候 是這個音樂課的時候 我們音樂老師放給我們看 因為這部片他主要是在描述說 有一個大學教授他跟人家打賭 就是說他能夠讓一個賣花的女子 就是那種比較社會底層的那種女生 讓他這個打造成是一個 能夠在上流社會之中的跟這些名流們 一起相處的一個淑女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部片他那個劇本 我覺得那個故事其實也蠻有趣的 其實他在講述說一個人 他能不能透過後天的方式 然後變成是這是怎麼講 讓他的社會地位提升 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奧賴迪赫本在這部片裡面 你可以知道說他前後那個反差非常非常大 因為他畢竟他就是一個很可愛一個女生 結果他要去扮醜 可能就是他比如說他講話的時候 那個很粗魯啊 然後一些可能不經修飾的那種說話方式 然後結果後來被這個教授給摸摸摸 變成是一個哇 薰威劇就非常端鑽的一個俗女這樣 其實我覺得那個過程是非常的有趣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 欸地凡內早餐我不知道賣少嗎 看過這部片 有啊他演一個妓女啊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哇記得連妓女都可以演得這麼有氣質 會不會太萌一點 然後而且更好玩的是我當年有去紐約 然後我朋友就是很喜歡澳大利赫本嘛 就說欸我們去吃地凡內早餐 我說那是珠寶店 這腦袋有洞 他說欸不是有這部嗎 我說拜託他真的沒有賣早餐好嗎 他就是珠寶店 他應該是要去看那個地凡內的那一個櫥窗吧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沒有去過紐約 真的以為他是在賣早餐的 他其實不是 他就是珠寶店 對對對很多人以為地凡內早餐是那個早餐店 好不好 所以要不要哪一天就是有個人去開那個什麼美兒美早餐 然後把那個店名改叫做地凡內早餐這樣 欸聽說真的是有 因為那電影真的太紅了 好好笑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哎呦你不知道那個電影在演什麼嗎 因為大家其實有看到那個出門卡普迪嗎 那個電影叫什麼人學對不對 當名菲利普希摩霍夫曼他就是演那個編劇 他就說他當初就是要把這個故事拍成暗黑電影 是有點像驚悚懸疑片的 沒想要拍成浪漫喜劇 因為大家看到澳大利赫本就是驚悚不起來啊 他就是太像小天使了你知道嗎 就突然真的就是變成浪漫喜劇啊 這應該也是這個柯伯迪他自己本人 死料未及的一件事情啊 對啊 好啦所以以上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推薦的電影啊 羅馬假期還有他的一些背後的故事 還有以及我們所推薦的這個 澳大利赫本的幾部經典之作啊 不知道大家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有什麼樣的想法或是沒有看過這部片呢 都歡迎在留言 或在首波羅斯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cket 3800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 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我們討論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